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新常态 微信公众号大记者有话说 推出了老同志是党的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一文 目前在微信已经被全面删除 作者顾万民是原新华社记者 目前应该70岁左右了 他的文章寄予现在还活着的中共老同志 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 话中有话 全文没有一个字提到习近平 但老同志变成是定海神针 中流砥柱 文章指出高寿105岁的党的老同志 宋平进来频频在一些公共场合露面 不少人才知道党内有这么一个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仍然健在 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党和人民的一大姓氏 老同志常常在党的历史的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 拨乱反正如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 挽救了党 国家 人民 宋平就是这样一个老同志 宋老曾和三代领导人有过工作交集 是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秘书 被称为邓小平的老伙计 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宋平以72岁高龄 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宋平党性坚强 立场坚定 富有革命斗争经验 他经历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建国以来 长期革命实践的考验 为党 国家 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章还表示 宋平素有人才博乐之称 乐于提拔年轻人才 他推荐过无数个有才能的干部 却从来不看他们的出身地位 永远将能力作为唯一的标准 宋平在担任中共甘肃省第一书记时 培养举荐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 胡锦涛到中央工作 92年 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的名义 向中央和邓小平等老领导提出 选拔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是十年四十九岁的胡锦涛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2002年 当年深受宋平赏识的胡锦涛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宋平还在提拔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起了重要作用 80年 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 也为温家宝举例举荐 后来温家宝被提拔为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宋平推荐了两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在历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在党国家人民命令的关键时刻 文章特别提到 还有江泽民 胡锦涛 朱镕基 温家宝 李瑞环 他们都是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 这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出来 他说他们这些老同志都起到了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的作用 挽救了党国家人民 他不断的用挽救了党国家和人民 出现了好几次 另外他还这篇文章还提到 军队特别提到了朱德 就是党的元老朱德和张国焘的斗争 他认为朱德也是在关键的时刻 起了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作用 而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 他也说一批党的老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挽救了党国家和人民 譬如他提到了叶剑英 在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一道 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 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 采取有利措施 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老同志李先念 起到了联络中央领导 与其他老同志 交换意见 共同决策 粉碎四人帮的作用 当时四人帮大权在握 暗中控制了中央领导人的活动 李先念 在中央领导与叶剑英等老同志之间 起了关键沟通的作用 这个各位观众 如果听得出来 就知道其中的含义 文章还提到 解决四人帮 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中央领导与老同志 叶剑英 李先念等人 在危难时刻 挽救了党 而李先念 在这个过程中不避危险的活动 是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三起三落 和四人帮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最根本的是他引起人们的思考 启发人们醒悟 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 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 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所以这篇文章 全部都在提老同志 尤其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在关键时刻中流砥柱 拨乱反正的作用 也被视为是不是中南海 在二十大之前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接着我们来关注 上周六 成都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办公厅原党主成员蓝成章 被开除党籍 他长期在四川工作 被查的时候已经高龄七十了 蓝成章被指不禁批准 擅自出境 违规使用虚假身份证件 成名赌博 追求低级趣味 实际上这篇文章 是中国青年报下属的 郑之健写的 但是披露的资讯非常重要 这也显示出来 一些老公安或老干部 伪造文件到境外去赌博 可能是澳门 也可能是新加坡 如果是在澳门的话 澳门也有很多的 美国投资的赌场 也被暗指为 国家安全的隐患 蓝成章是老公安人 他在2014年1月就退休了 2022年2月13号 已经退休8年的 蓝成章落马 他在成都任职期间 曾经是老府李春成的下属 2012年12月 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成 被查 这也显示退休并不是护身符 伴随着中共反腐力度的加大 不断有高龄的官员被查 2021年的1月 内蒙古梅田地质局原党委书记 局长王振霖被查 王振霖被查的时候 他已经高龄75岁了 2021年7月 当时70岁的老虎原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副主席蔡厄生被查 2021年10月 原江西省国土资源厅 党组书记厅长刘基辅被查 当时他也已经72岁了 成都市委监委 披露退休八年的蓝成章 在中共十八大以后 不收敛不收手 不经批准 暂自出境 沉迷赌博 违规使用虚假身份证件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在项目承拦等方面 谋取利益 并收受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所以这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控 第一个指控是 他爱赌博 然后用假的身份证件 出国赌博 第二个是 他虽然退休了 但是他还拥有影响力 所以利用他的影响力 为他人在项目承拦等方面 谋取利益 这是两个不同的指控 另外这篇文章还提到 2017年4月 当时的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党主书记副主任杨重勇被查 后来的通报显示 杨重勇也是 办理假身份证件 以此私自的出境 长期向党组织 隐瞒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对抗组织审查 所以我们也看到 现在中共在查这个老干部 这个往70多岁的老干部去追溯 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常态了 好 今天为各位观众介绍两个不同层面的 第一个不同层面的是 老干部被寄望拨乱反正 第二个层面是 老干部涉及到伪造政见 出境赌博 这两个都有不同的意涵 好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minjinnews 脸书 Facebook